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新聞解讀 阿良,最近的新聞還不是很受人注目 但政府要修改智能櫃的政策 大家記得這個智能櫃剛起上來就說滿城風雨 都不知道是什麼 就算我們媒體播了一年多兩年 都沒有人知道究竟是甚麼 但今天終於知道智能櫃就滿了GARPICC 從高峰期的1000元減至200多元都有一台 但現在新政府就說 這個GARPICC仍然未能夠滿足他們對監管 流水情況的管轄 所以要進一步 就是要把銀貴網絡化 也就是說要把那個GARPICC 其實本來我們現在買的新智能櫃 後面已經有一個電力過濾 所以說是可以的 問題就是政府換了一個新的財政系統 新的匯計系統 和這個是不可以相容的 也就是說 在未來的半年或一年之間 可能有絕對的可能性 會將新的銀貴重新改另一種貨 我記得當年周圍都有開講座 又開展銷會 很多白山爐就向不同的分銷商來迫貨 如果是這樣 這個情形會不會再次重複一次 可能不會 因為這次已經有前居可教了 最大限度今年會比較多款式 但問題就是我們要強調一點就是 政府之所以為什麼這樣做 就是因為它不可能派那麼多Expector 去某個區域查理銀貴 究竟符合它的收銀貴規則 但如果網絡化了 就很可能 它只需要在電腦上按幾個鍵盒 它就會知道你的銀貴 究竟打多少次 每天平均打多少次 究竟是否收錢 即是 究竟是空白的打入 譬如說我開了銀貴 但又沒有收入 我整天都沒有打到銀貴 只要留下晚上才打 980元的打進去 即會檢查得更加緊 會更容易檢查得更加緊 即現在都可以檢查的 問題就是 要那個Expector去到商店那裡 透過那個儀器 和那個加費根接觸了 它才可以拿這些資料出來 如果我的商店沒有上網 我沒有網絡呢 現在沒有上網 沒有問題 以後的話 就一定要法律規定 你一定要有網絡 問題就是 你怎樣做 可以說 關卡的地方 不知道怎麼做 好 我們今天的新聞交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